名叫天下是狗貓寵物類 那宇宙明他是複合式的 他也有這個狗貓 我們有些都已經沒有了 我們都把它刮掉 現在我們盡量把握把握的時間 謝謝 謝謝 請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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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在商品 在 這什麼 這商品有多少 不用期 把我期的 還可以賣出去 我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其實我們的服務人員 我們現在在門市 我們有一個考核 我們有那個 專門的督察人員 他每個月都會到門市裡面去查 查你的清潔好不好 查你的貨擺的好不好 查你的這個 剛剛 這個庫存 查你的這個 expire date 如果說 在店裡面發生 商品即將過期 我們做即將過期 只要有三個月 如果 已經接近三個月要過期了 我們會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 跟廠商換貨 我們大 所以他們還是會跟我們換 他不可能不跟我們換 所以我們就說 你不幫忙買貨 好 所以他一定會跟我們換 如果說太近了 譬如說兩個月 他不 他沒辦法換 因為太近 他也賣不出去給別人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有 share把它賣掉 那他的對象 不會是一般的customer 我們會針對 繁殖場 的手機 因為他們的狗 很多 對 對 我們會 會死掉 對 如果說 在門市 被我們的 稽查人員發現 你的商品 過期了 不管是飼料還是肉乾 換好 過期了 我們會做一個政策 門市 要陪公司 這個貨款 獎金 店裡面的Bolus 要扣 破款 所以如果你不想被破款 你是不是會很認真 每天去檢查 每一個商品有沒有過期 所以會不會讓它發生 不會 不會 因為跟我的 有關心的時候 他就不會讓它發生 他很認真 每一包都去看 有沒有過期 對 好 好 請問 純物店 我們 我們產品都會有一些 大貨 因為現在純物 純物如果說那些 東包多 那麼 越養育會越大 所以如果賣不出去 就什麼方法 進入卡 好 因為 他現在很小子 你養育兩個月賣不住 三個月賣不住 五個月就大了 是 你們能怎樣去處理 呃 這個其實也有一些 no-how 就是說 我們在賣火鐵的過程當中 他要給他有很明確的 這個銷售的資訊 我不曉得 你們 是不是可以 我們會寫一些比較 文字 會跟你講說 這個狗幾歲 然後它是什麼星座 哪一連生的 屬蛇 這個雙子座的 然後它叫 這個是什麼狗 然後 我們會做一些 這個描述 讓大家看到它會 會這個 第一個 Fost Image會比較好一點 那第二個 消費者來 他只要在 主張前面 只要 他會在那邊看 的時候呢 服務人員可以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 爆出來 讓他 摸摸看 只要爆出來 摸摸看的時候呢 就比較容易融化他的心 人的心是水做的 就很融化 那 第三個 所以一定要 但是這個部分 其實你可以先做一個動作 是 旁邊放一個 酒精的消毒 那個 所以你可以洗 你可不可以洗一下 那個 這個殺菌一下 然後讓它爆 讓它摸一摸 那通常如果說 爸爸帶媽媽來 爸爸媽媽帶小孩來 給誰爆 小孩 給小孩爆 小孩爆就不放了 不要不要 你把他搶走他會哭的 男朋友帶女朋友了 給誰爆 男朋友 男朋友爆 男生就買單 對不對 就買單 所以這個有一些know how 再來是 你要讓他看過 會被高 你的繁殖場那一端 你要控制好 他的品種 要 要 要比較好一點 因為其實有很多繁殖場 他的 跨離不是很好的話 來的狗很容易生病 那生病的話 你買回去會有很多的這個抱怨 就不好 那他們就會在 Internet上面講說 那個地方賣的狗都常常生病 他就會在Internet上面寫 有包換嗎 不包換 這種東西很難包換 你回去之後 你不知道他怎麼樣 你不知道他餵他什麼 你不知道他怎麼照顧他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drop 還是怎麼樣 你不會 你永遠不知道他怎麼對待他的 他來說 他不吃飯了 他好像快睡覺了 他跟你換 你一換回去 馬上就死掉 你不知道中間那段時間他發生什麼事 是沒有保護期了 差的機會 國體 國體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做保護期這件事情 包含魚也一樣 魚只要離開你的店 再回來 你都不知道 因為有發生什麼事 魚要進去他的魚缸 水溫 水質 pH質 光照 你下去之後 他的缸 裡面的狀況 你完全不知道 他說出狀況 算你的 還是算他的 永遠不可能算我們 你都不知道他們的缸 水質長什麼樣 你很難去空管這一塊 你可以啊 你可以guarantee 但是我保證你不會賺錢 這個絕對保證不會賺錢 你guarantee說 包含 這些事情只要敢蓋這個帳 一定不會賺錢 活體的利率不高啊 我們是賺用品的 賺用品的毛利比較高 活體的毛利不高 外面 對 呃 我們不想碰那塊 我們就想專心經營 我們專心做retail這一塊 那 管子這一塊 我們就不做 讓別人做 講來 我們有做 呃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去 hire一個專業的人去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是我們的 第二階段要做的事情 我們會希望能夠做到 像剛剛 呃 這位先生講的 我們會希望能夠做到保證 我們 我們要做到保證 他必須要有一些配套 第一個 你的來源 你要保證 你的來源是健康的 第二個 我的retail的過程 SOP是健康的 第三個 我有 我有大量的動物院 可以去掃扣這一塊 像賣車子一樣 賣車子 為什麼可以保證 是因為他後面有 garage 去 維修 那我現在動物院還不夠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保證 再來是我沒有辦法控制源頭 像豬肉都有這個 CLS 好像你吃個豬肉 今天吃幾斤飼料 拿幾根針 他跟誰交配 生豬幾隻豬 我通通都知道 但是目前這一塊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做保證 你覺得你 有某項的服務槍 比如說你 這個差異很大 然後我們有 看 這幾項的差異 一個電裡面有什麼動物 電腦 電腦一定不會通通都懂 所以我們中間 第二層的LEGO 它會分 鑽客 所以會有水族部 寵物部 美容部 又分 所以 專門的管 專門的事情 那 店長他管 管理 所有的事情 銷售人可以給自己 鑽客 對 這是我們為什麼會分 四個學院的原因 水族學院 私運學院 美容學院 跟管理學院 這些是幾個 對不起 請問 考慮婆婆 首先 有一個 他們帶的商品 價格是一樣的 一樣 一樣 然後 不共用 不共用 對 公民 然後公民 都會有商品 對 我們對 消費者來認定 它是 兩個品牌 兩個channel 所以 呃 他們沒有坐下來 聽我講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 這是同一家公司 我們會給他這個目標 我們會給他目標 我們現在第一個做法是 我們把店長 拉進來變成 公大學裡面的講師 他要變成這個 lateral lateral 那你當lateral之後 之後 你又把你腦袋的東西 呢 要拿出來變成文字 好 這個是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是 OJT 就是我們知道 日本他們很很很著名的 這個 job training 你必須要訓練 副店長 那副店長 訓練出來之後呢 我們開心一點 就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沒有訓練副店長 你就永遠在這家店 那跟蓋房子一樣 蓋房子是 你一樓蓋好 才能夠上二樓 二樓蓋好可以上三樓 如果你永遠不蓋一樓 你永遠上不了二樓 所以你沒有栽培出副店長 你永遠被綁在這家店 這個你永遠都在這邊 你永遠哪裡都沒有地方去 所以如果你訓練完之後呢 你才可以去新的店 更大的店 營業更好的店 那是另外一個更新的挑戰 對 所以我們會給他這樣子的一個 持目標 那當然有些人 很會賣 不適合管理 有些人 不會訓練 因為這個其實是 要有天分 那當然他沒有辦法訓練出人才 那沒關係 他就是做好他的工作 就是這家店的店長 那很容易訓練的人的人 我們都會把他拉上來 驅逐島 然後再拉上來 搬成這個 呃 店的Operation的這個Head 這個團 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問題 機會難得 請問在一中一個 這是好多名喔 開業公司可以掉一個學生嗎 可以 因為他還是屬於公司在儂管 你知道嗎 知道嗎 沒有關係啊 你如果不是掉來掉去 我也會換工作啊 對啊 我也會從這個工作 去那個工作 也是會 也是會意中 這個對員工來講 其實有好處 就是他有非常順暢的管道 因為有些時候 員工跟店長會 有摩擦 那你不讓他掉 只有兩個方法 他就離開 另外有怎麼樣 店長離開 那看誰撐得久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可以讓他有 調動這個機制 對他來講 他其實是可以 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那這個其實也是 我們說 直安規劃的一種方式 另外我問一個問題 另外我問一個問題 李宋尼的location 不是這個area的進化 的地方 可以想念他的方式 也是這一個地方 那 那 未來你 還是會找這種 一期的location 還是 為了我方出的原因 你會慢慢 撤退到 各級的location 但是 space 更大的地方 其實我們的店 最精華的地點 不對 其實我們大多 不一定是精華地區 你像 文新路當時開的時候 其實那一區 還沒有很繁榮 我們算很早期進去 那一區 是最近幾年才開始 這麼熱鬧 早期 其實它沒有這麼熱鬧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以前是人家不要的 它賣車子 它賣了車子賣不好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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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給我 所以那個地方以前 並沒有很熱鬧 這個其實是主要幹得到 這個 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經理騰東號的時候 這條路 分 陽邊跟陰邊 我們說 馬來西亞也姓風水對不對 那我們是屬於陰邊 這邊不是不好的邊 我們講的是上班動線跟下班動線 一般你們開業 你們會想要開著上班動線 還是下班動線 為什麼 為什麼要下班動線 下班後才有時間 上班趕得去上班沒時間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人說 它的上班動線 大都是以早餐為主 下班動線以所謂的休閒生活為主 所以在找點的時候 我們大都會找下班動線 這其實在找點上也是一個know-how 找錯點 找對面那邊 其實 聲音都沒有 這邊這麼好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找點上的選擇 所以 我現在看到的 陰邊是很好 你們當初在選擇的時候 不是 對 可能剛才 你看的像文化店 像文化店 百強文化店 它是屬於比較熱量的區域沒錯 那那個店也是 呃 我們開中山店 中山店就在附近 中山店開了三四個月之後 我們發現那個點 我們還是去開 對 因為如果我不去開 所以兩個店其實是離很近的 像 新莊店我們的鞋對面就一家好躲避 好躲避 好躲避其實是以前一家我們的競爭店 後來他不想做了 我們就立刻去拿下來 因為如果我不去拿下來 別人就會去拿下來 就會變成我的競爭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種窮店我們必須要找一次 不需要 呃 寵物用品是屬於目的型消費產品 他不是衝動型的 他不會今天走過去很開心多買兩包 不會 一天的食料是多少是固定的 一天吃多少飼料是固定的 他可能會很貪心多吃一點零食 可是他不會 值得市主可以多買兩家放在家裡面蹲著 不會 因為他不像衛生紙 所以他是目的型的消費 目的型的消費呢 他會習慣到固定的地方去購買商品 所以呢 他會去選擇 要把這個地方比較便宜 要把這邊服務特別好 所以他在購買的過程當中 他是會去思考 我接下來我要去哪一家店買東西 所以不一定是在最精華的地區 最精華地區 就像剛剛教授所提到的 租金高 租金高進得到我的profit 那這個產品的毛利 並不是很高的情況下 如果你又讓租金吃掉你的毛利的話 你幾乎是沒有什麼賺錢 現在台灣來說 剛剛全部的 比例也有 20% 對 那 你創造這個10% 為什麼創造這個10% 再增加那個10% 好這個其實有幾個部分 這個我也是之前有幫 我會寫一些所謂的中鋼計畫 台灣就是每四年會有一個推動的那個中鋼計畫 第一個是 你要創造飼養的環境 現在大家會討厭狗貓 是因為牠會隨地大小便 對不對 那你要去創造這個環境 另外一個是 你要做教育 我們講說 世主責任教育 第一年是我幫台北東寶圖推動的 就是 你要讓世主 知道說 我要隨手 這個清理他的大便 這個是 必須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術口六 叫做 六狗細狗練 隨手清狗便 就是要讓世主 他做好這個基本動作 那慢慢的我們會再去推動 所謂的寵物行為訓練 現在在台灣非常有情 就是叫做禮 狗狗去到地方不可以亂叫 人家很討厭 不可以隨便大小便 因為牠要訓練在固定的地方 要看到尿固定才能夠大小便 再來是 牠該做的時候就要做 牠不可以暴衝 你看到人家遛狗 如果狗走在人前面 通通都是錯的 狗不能走在人前面 那就是狗遛人 不是能遛狗 所以要經過訓練 狗要在腳側隨行 牠隨著你的左腳 有些事會訓練右腳 所以牠會在你的腳側隨行 你走牠會走 你停牠得停 你不能你停的時候 牠會繼續走 就會拉著你走 就是牠在六年 所以這個是行為的訓練 那另外是我們把服務的品質提升 服務的品質提升是 讓所有的事主相信養狗很有幸福感 所以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擬人的話 人有的東西狗都有 對不對 狗也穿衣服 狗有手推車 狗有房子 狗還有床鋪 什麼東西人有的狗都有 牠把它當成卑鱗 狗要去上幼稚園 對不對 狗還有旅館 狗還可以去度假 對不對 所以能做的事情狗 對 所以能做的事情狗 對 你的會員的裡面 有沒有連費 是嗎 有沒有連費 連費 連費 有 有 欸 我要問一下我們 因為我不是 負責送錢 呵呵呵呵 要加入我們的協會嗎 好 非常歡迎 拜託會員 好 謝謝 其實 呃 我們是 我們的寵物產業發展協會是非常重視發展整個產業的 跟一般的 台灣有三大協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一個叫收醫師工會 收醫師工會 收醫師工會就是收醫師產業都參加 不是收醫師不能參加 那他們會比較偏向是經營動物院那一塊 另外一個是叫做寵物的商業同業工會 他們是比較在breeding那一塊 繁殖的那一塊 如果你不是繁殖的你加入這個工會呢 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幫助 另外一個是寵物美容工會 那這個寵物美容它都是在寵物美容那一塊 它就是考照 它現在照證照的國家要考試了 103年國家要舉辦考試 所以他們也不需要舉辦證照方式了 所以他們就比較在training這個skill比較多 那我們是做整個寵物產業的教育訓練的這個協會 所以我們跟其他的協會的定位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比較希望做教育訓練這一塊 我們希望能夠從教育訓練當中 它教育市主 教育經營者 教育我們的繁殖者 讓他們有更好的一些服務 然後讓這個整個產業呢 夠同美好起來 這是一個很崇盛的理想 你目前呢 你現在已經滅了 動物跟肥動物的名字 水族跟狗貓嗎 水族跟狗貓 狗貓跟士兵的 用像的 你是說活的 活的跟 這是商品 其實活體的占比在我們體系內其實非常少 非常少 對 主要我們是賣商品為主 對 對 如果說 活體賣得多 它會比演珍珠的問題也會比較多 因為活體畢竟會產生問題 比如說像魚 像魚就會有很多問題 回去 我連我自己 那一包魚 十條魚下去 會活幾隻我也算不出來 因為 你會要有一些基本動作 有些基本動作 像 有時候我太忙很累 我就整包魚都倒進去 它就慘了 昨天又浮一隻 第二天又浮兩隻 第三天又三隻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把它做過 因為那一包裡面可能已經有一些 所謂的那個鞍 鞍分 那它裡面鞍的成分最高 它就產生毒素 所以我如果把鞍分一倒進去 就汙染那一缸水 所以 我有時候我懶 就會造成這種錯誤的動作 其實它是不行 它要這個定溫 定溫之後呢 要怎麼樣 把魚缸水撈進去 撈進去之後要再做混合 混合之後呢 再把魚撈進來這邊的水 不能撈進去 這個有一些動作是不能省略的 那真的是 呃 台灣 有颱風 對不對 馬來西亞沒有颱風 這是一個好地方 颱風過後 水會變混濁 河川的水會變混濁 因為很多東西從山上沖發下來 水會被混濁 混濁之後到自然水場 自然水場為了要消毒 滅菌 加更多的氯 更多的化學藥品進去 抬風 過後一個禮拜不能換水 換水你的魚一定會死掉 因為裡面的化學藥品成分太高 所以這些東西 你如果忘記了 噢 換水每個禮拜要換水 每個禮拜要清魚缸 每個禮拜要洗沙子 結果你忘記這些事情 水一加進去 暢涼 好 結果會死掉 所以基本動作不能忘 可是有些士主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做生意的 這個好時間 對不對 怎麼樣 他死掉我才有生意可以做 是不是 但是我們要不要這麼沒良心 也不要 因為我們要提醒他 他會覺得 哇你so nice 對不對 你告訴我這些東西 很棒 他就跟你涼療療 對不對 像口香糖一樣 抱著你不放 因為他覺得你怎麼樣 professional 你不會害他 你不會騙他錢 實際上 我給他的東西 都在賺他的錢 我們我們很 我們很驕傲 我們很proud的一點是說 來我們店裡面會買一些 其實他們覺得是很需要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 可買可不買的東西 這是know how 所以這個是 要要要要 要分享才會知道的東西 因為 如果你來我的店 因為 我不會賣 我賣給你兩百塊 弘教授會賣 你來相同的店 我們不同的sales 他可能要讓你兩千塊才能夠走出去 為什麼他可以賣兩千塊 他有一些know how 對不對 你還會說謝謝 弘教授 那你跟我買兩百塊 你會說啊 你不夠專業 對不對 你會嫌我不夠專業 可是你會覺得 你花兩千塊 值得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在訓練上 有一些 要著墨的地方 我有兩個分別 我還準備一些分別 來看 我幫大家 你們不是要逛夜市嗎 哈哈哈哈 這誰是逛 好 第一問題是 因為 你要從事實際上專業 你會不會要求你的員工 這樣你都要哪 要求 沒有要求 但是 大多會投入這個工作的 他都是喜歡從你的 你不喜歡從你的 做這個工作 做不久 那 我剛才從你的介紹 其實我是歸納三類 不是兩類的 一個是三類 一個是 國體 一個是 一個是 動力 食物 商品 一三個 服務 包括醫療 背後 這些東西 如果按照這三個主意 來分 哪一種理論比較高 哪一種情侶 我本來是認為 服務生理事 未來的情侶 會比較大 但是這個基金 會有點困難 這是第二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要問 就是說 我不會有注意到 你們有 現實被創 哪個情侶被創 這個呢 對會員 甚至可能是電商 我會來電話 電工 那 你們在這裏來講 不是有 這個媽媽 策略 要來主打 這一部分 那這裏 我跟你們說 我用死體的客戶 死體的電 培養 我的會員 那在那裏的會員 送到 這個可以 配送的 或是 用電子商 來購物 這樣 還不及 讓客人 來減少 他用死體來 零 一店 來購買 這個也很麻煩 那 你這叫我們 電子商 支持 一個這樣的 其實 這個是 我們進行當中的企劃 我們今天在架一個電子商務平台 那 因為我們有 實體通路 對消費者來說 消費者會比較放心 如果他只是在 Internet上面Shopping 也沒有實際上的店鋪 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他也不知道 買錯了 東西 壞掉了 他要找誰服務 他可能隨時不見 對不對 所以他會擔心 那我有私底店鋪 他基本上是比較放心的 再來是 因為我有會員數 我可以把它 變成我的 Internet Shopping的這個 Member 所以他是很容易的 因為他對我來講 有信心 他已經購買了很多年了 所以 Internet Shopping這一塊 是我們 下半年度要 啟動的一個計畫之一 那今天沒有介紹是因為 他還沒開始 所以就也沒有介紹 那現在目前正在駕站當中 那這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 一個購物計畫 對 那你說毛利的部分 你看 我們現在目前 以 用品的毛利 來講是比較高的 當然 服務服務的毛利很高 從美容的服務毛利很高 可是 從美容的毛利很高 可是 它的 不夠高 毛利很高 可是整個 毛額不夠高 但我寵物用品的毛利沒有像 它那麼高 可是我總體的量是很大 那 國體的量也不大 雖然它的毛利也不錯 可是它的量不夠大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會比較主力在商品上 那商品的操作比較彈性 它的時間也比較長 它比較沒有像生命 不需要經常性的照顧 它讓它的整個儲物做的率 只要維持在一定的迴轉率下 其實基本上 經營的資料都會不錯 那這個也都是 我們都 都有一些管控的數字 每一個月我們會看那個數字 只要數字 或者這個趴數 我們就會提出警告 告訴電腦說 你的儲貨比過高 你的活體用品 銷售比偏離 你的毛利比降低 我們會有這些 模擬的一些數字 那其實管KBIF很簡單 你不需要管到很 detail 只要抓一些重要的東西出來 它就 大致上在這個地方不會管太遠 那我們就很容易知道 它上下的比例不會很大 你只要把這些管控點控制好就可以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要問你說 你們是台灣最大的嗎 第一名嗎 第二名的 他的電數跟你們差距多少 第二名的電數比我們還多 之前還多 第二名 有26家電 可是它都是小賽事的電 只要營業額不夠大 那小賽事的電 我們會遇到一個所謂的經濟規模的問題 小賽事的電 你要請的人不會少 小賽事的電 請的人不會比較少 那我大賽事的電 請的人其實很具經濟規模 因為我們要休假 你電裡面要排班休假 如果說它那種小型的電 通常它會請到三到四個人 那種小型的電 請到三到四個人 那每一個人在台灣 大概休到六天 你這種服務業來講 一個月一個人要休六天 四個人要休四天 所以always有一天沒有人 所以每天你只會看到三個人 輪流休假 所以每一天你幾乎只會看到三個 有時候你會看到兩個人 因為有些時候 兩個人同一天休假 所以你如果請四個人 always你的店裡面 只有二到三個人在工作 那如果你的時間又拉長 所以白班 白天班 晚上班 要分開嘛 你不可能做這個十幾個小時 你會累死 所以白天班 always你可能只會看到一個人 晚上班你always看到一個人 所以你這樣子服務不會好 那你要服務好就家人 家人你的這個cost又拉高 小型店裡的營業額 小型店裡的營業額 本來就不會很高 你又加了 你又把你的profit吃掉 小型店裡的營業額 本來就不會很高 你又加了又把你的profit吃掉 如果想請問一下 呃 你們如何去採購那些 啊 好像骨子啊 欸 欸 所以你的 你的供應商是固定的一些人呢 還是你的是讓一些 呃 有 就是剛好真的是 好像骨子 放在裡面 我們 不做個人骨 我們都是固定供應商 固定供應商 你要多少製作 那天才 上百貨 因為 狗都是這樣 因為你 個體骨 你不知道它的狀況 其實 狗貓的狀況品質 都不是很穩定 原因都是盡情盤子 一隻母狗 生了四隻 兩隻公的兩隻母人 它讓這兩隻公兩隻母再交配 再生出來 或是盡情盤子 會 很多狀況 那這種的跨類都不好 因為它沒有錢買太多的 總公總母 那你做盤子場 它可能會有五十隻母的 可能有十隻公的 所以五十隻母的生出來 之後它再挑一些 比較好的總留下來 然後它就會再去做交換 所以 呃 盡情交配的機率會降低一點點 可是還是久了之後 生出來的這一堆 也大多都是這五十隻母 生出來的小狗 所以遺傳性的疾病 都會遺傳 所以遺傳性的疾病 永遠都會遺傳 是怎麼會遺傳 其實那它要看繁殖技術 繁殖也是一個很高深的技術 從母狗懷孕前的照例 到懷孕中 它的照料到生產後的照料 都會影響到它的處理 但這是一個還蠻專業的技術 目前這塊我們不做 我們都是軌由外面的人去做 我們提供通路 讓他們來賣 然後如果有問題 他們跟環子場來談 對 我們盡量不去碰這一塊 那當然台灣有些通路 他們碰這一塊 因為他們本身可能是環子場 出來開通路的人 他們可能就會去碰這一塊 說這個狗跟環子場的 它是兩次的 它的價格 它是獨立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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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我的價格 我的價格 你的那個那個 那個是獨立 它是食物 呃 飼料 是 呃 從 原廠出來 是同一個價格 可是要賣多少價格 它也管不著 所以其實 飼料的價格 其實是非常混亂的 那當然我們賣的價格 都是業界當中講說 我們都是比較高的 比較貴的 那很多人都賣很便宜 可是賣很便宜 這件事情 到底對或不對好 我 我沒有答案 就是 呃 你拼價格 你會得到量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 你的毛 實際上 所得到的 總毛利 也會比較多 不見而會 因為你拼量 拼 拼完了之後 你發現 員工很辛苦 那個大包的 15公斤 抱 抱 抱到最後你發現 沒有賺到錢 你拼到量 可是 你的那個 利潤都回饋給消費者 那我們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比較不需做價格破壞 所以 我們的 價格在這個業界當中 他們 總計說 終於賣的比較貴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EPS 比較好的原因 那我賣的貴 你又願意來買 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最漂亮 對不對 大家來台灣 那麼多場 應該都有去7 對不對 台灣的7 是全世界密度 最高的一個 控制 7 所有的商品 都比大賣場 貴 30% 20% 為什麼 你還是要去 專業 服務好 你如果去 你走進去 買 要走兩個樓層 才能夠出來 結帳 腿都痠了 去裡面 拿了 不可以喝 平均 平均 生活的結帳時間 最快 平均 7秒鐘 你拿完去那邊 平均 要找完出門 7秒鐘 就可以喝東西了 你要花 17分鐘 去走大賣場 去買東西 會出來喝嗎 不會 可是 比較貴 因為 你還是買 因為 你一定要服務比較好 或是比較方便 讓消費者比較信賴 這是另外一種思考方式 但是很多人跳不出去 他還是覺得 拼價格 拼價格 消費者一定要便宜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 有另外一個數據 顯示 就是 即使在英特朗上面 買東西的人 他不一定要買到 最便宜的東西 所以台灣的 調查出去是這樣子 有一部分的人 他不認為 他一定要買到最便宜的東西 他要買到 最放心的東西 東西買了 要怎麼樣 可以 會可以換 台灣有 7到14K的見賞機 就可以 會可以換 但是 你上面的東西 跟我拿到的東西是要一樣 不能欠 所以他上面有一些評比 你是幾個鑽石的評比 鑽石越多評比越好 我越相信 那這個是 你會給我一些服務 比如說 你可以給我 刷卡 你可以給我分期 你可以給我24小時 就送到 讓我有更快的 這個 拿到商品的這個快感 那這個都是 英特朗上面 他不會想要的 他不一定要買最便宜 所以有這個 這個組織不是很價格保 我想說 這一個組織是 不是很價格保 我想說 這一個組織 不是很價格保 我想說 在台灣目前沒有看到這個趨勢 那在日本 有這個趨勢 日本的大型量販店的銷售量會比重點高 但是那是因為消費的型態不大一樣 因為那在消費型態上 日本比較習慣於 就是one stock shopping 他會去買一個禮拜的東西回去晃著 但是因為台灣太便利了 從下樓就有sever 走幾步就有supermarket 就有這個hypermarket 所以我們很便利 所以台灣不大會囤貨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其實都是從物店銷售居多 卡貨這種所謂的大型量販店 一來他也沒有專業人員解說 你去到那邊 偶爾是看不到人 不會看到人的 那你要問什麼問題 我的狗 三個月吃哪一種糧 六個月吃哪一種糧 一歲半吃哪一種糧 你找不到人問 再來是抓到人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沒有得到答案 你會不會敢跟他買 不會 所以他們目前還沒有辦法去取代什麼物店 那我們就是在服務上 在專業上 勝過他們 我學習很多 那我不會讓他開從物店 從物店不好開 因為他有非常高的門檻 非常非常高的門檻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持續成長的 可是他有門檻在 台灣人很多人去開從物店 可是平均大概兩年 就撤退 因為有一些門檻的問題 再來是經營 不簡單 所以還是當員工好 要當老闆 當老闆比較辛苦 當老闆要關很多事 當員工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所以大家專心做於不動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老闆不是人做得好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想了解日本的市場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我知道 貓的市場比狗的市場還大 因為回教主不能養狗 所以 貓的市場比狗的市場還大 那我去看 我也去馬來西亞看了幾家 產物店都在shopping mall裡面 那 鳥跟 鳥屬兔的市場反倒也比較大 好 那這可能是因為 國家的民情風俗的問題 那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經營的方向 只是 我們要去看 銷售趨勢 不斷的去做調整 沒有說一個model 用一輩子的 一定會不斷的調整 不斷的調整 我們以前 魚 銷售佔比70% 狗30% 狗貓30% 現在倒過來了 狗貓佔70% 魚佔30% 因為趨勢會不一樣 我們不斷的去調整 整個賣場的樓面的樓板 買的商品也會做不斷的調整 因為你都要去 每個月都要去review 我們整個那個market share 到底有沒有 異動 異動之後我就要放大 某些商品 某些東西就要縮小 某些東西要讓它 科目貨要提高 你放在那邊不動 這個東西就變舊貨 對 那你 就是剛剛 講了呆貨 那我們講說 製銷品 台灣講製銷品 那呆貨這件事情 它是什麼 它是老闆的現金 cash 對不對 你不斷上去那就是 cash在那邊壓著 那就會造成 庫存資金壓力偏高 壓力偏高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 資金有cash flow 會比較慢 那這個其實在 經營上亂出不健康 我們就會 會去把這些 所謂的待貨把它處理掉 總部這個行業 都市跟所謂的比較 飼養是很差異的 有 一定有 飼養關鍵就不一樣 城市 花來比較 飼養 城市偏小情犬 交外偏大小犬 因為 飼養環境 環境 不一樣 小情犬吃的量 跟大地人吃的量 不一樣 買的東西也不一樣 那再來是 他的整個的 消費型態 都市會比較願意花錢 焦虛的呢 可能 有些都是 人吃的也給狗吃 但是這是不健康的 這個 我們都會去灌輸消費的時候 你不要讓人 吃東西給狗吃 他的皮膚會不好 但是我記得我小時候 也都是這樣子養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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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那個菜的狗 那個 那種狗菜的狗 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 你才會贏 那種常常吃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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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對啊一心我們 吃了剩飯 剩菜也不給狗吃 那送命你講 我那隻狗 也很健康啊 也那種毛也很亮 也沒有去 可是這句話 我們不能跟下位在講 喝奶 我們這樣 不要狗了 最好是蠻俗幫的 哇這個,你要吃皮膚好,吃腸胃好的,吃心臟好的,你要吃什麼,對不對,還要搭配,還要換,讓它不要有挑嘴,狗挑嘴很難搞,對不對,所以這個要對狗好一點,我們才可以賺錢,謝謝 不過,我想,我們跟時間差不多了,那真的還可以訂閱